刚才出去跑步 跑了五六公里 准备跑个八公里了 结果一看 人币破七了 我知道在结束吧 破七很多朋友之前就有预计的 像今天这个市场说央行存款把利率又下降这个事情 我就在想今天这人币这啥表现呢 因为就这两天 美联储刚刚被认为会有可能100个基点的加息 这我们之前就推演过这个事情 我们说这就是要创造1000个基点的加息预期 是吧 在30月份我们就说它有可能一次就加100个基点 当然当时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个说法不高谱 但确实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上走 这刚说完这马上今天咱们存款利率就下降 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利差在我们不害怕往大的方向上走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不太担心我们国内的CPI 最近的话很多朋友都觉得像猪肉 青菜价格都在上涨 是不是 这个也不害怕 这个对内贬值对外贬值都不怕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的话 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小的方向就是咱们国内经济确实不太好 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我们说这还有其他的这个考量 是为了更加全面的考量为中国经济好 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聊这个问题 就人民币现在对内对外都处在一个要扩张的状态 我们说降利率就意味着你存款 特别是大额存 当然现在很多银行它已经被用完了 就银行它这个是有管控的嘛 那么就很多有钱人 比如说存100万500万1000万 这个利率可能就会高一点 那这样的情况 银行没有就说明什么 很多有钱人他这个钱 背后的钱就是资源 资源背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能力 很多地方它是躺平的状态 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外部环境外部因素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有一个关键就是很多有钱人他不愿意冒险 这也是非常一个稳 也至少是主要因素之一 或者我们这么讲 万一这机会马上就来了 你还是这么不愿意冒险 你这有钱了 你躺平 你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没钱消费了 你说你不愿意投资 你不愿意冒险 那怎么行呢 对吧 那很多朋友说 他现在哪里会有机会 这个哪里会有情况 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人民币现在在国际上被需要这个可能性正在变大 或者我们前面讲的 美联储加息落地这个靴子 靴子 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民币扩张的时候 大家不要笑 我这个临时拍的 就是那这个环境下面就是说 我们对外的扩张实际上它可以拉拔对内的经济情况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 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对内跟对外的贬值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番动作 或者我们讲我们对于人民币对外被需要 被需求 中国商品和服务被需要 被需求 这点非常有信心 否则很难解释 很多行业资金都有冗余的情况下面 为什么还要去降 前一段时间降的是贷款 现在降的是存款 因为还有两个小的理解角度 就是CPI这个问题其实适度的比较高 我们前面有说过 如果来到3% 今年 那么这是我们说3%以内都是可以承受 这个工业品 所以说其实适当的 特别是如果说能够加点税 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说 其实人民币在适度的贬值之后 还有一个理解小的角度 就是人民币既然被需要 那么被需要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前面有做过推演 就现在大概储备是3%左右 这个远不到5% 跟美元的这种5% 60% 比那差距是20倍 那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都到10%吧 甚至我个人觉得到20% 甚至我个人觉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际上到1比3 1比4就差不多了 他觉得他的高科技产品很值钱 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脱钩 没有真正的较量的情况下 谁都不知道我们到底会多需要你的高科技产品 当然这个的话 这个仗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的话 我们至少我们的工业品其实很多 因为加在一起它是具备强大的战略能力的 这种战略能力实际上是不会比美国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弱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美元未见得在远期它能够多值钱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短暂的不是显得那么坚挺的话 其实在未来的时间反而有一点 反而有一点这个升值的这个空间 那有升值的空间也就是意味着大家会可能在贬的这个过程中会更多的买入 因为这个贬的过程可能是比较短暂的 短暂的下去一下之后马上回升 那不就正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能币汇率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不太用担心的 至少我看今天这个价存款的这个利率就不太用担心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我们这个大王小王排一起看的情况下 我们要紧盯白宫 紧盯美国的这个物交大楼 当然其实说起来它也就那两下子 是吧 现在这个情况结合我们前面说的这不是要做大哥了吗 做大哥肯定会有一些考验 这个而且能币对美元也好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全面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已经走了很多个阶段了 能币跟美元实际上一直以来没有真正的正面硬干过 通过各种方式其实是绕过去 对吧 那现在这个7的这个状态 当然我们前面这两年有遇到过7.2的情况 7.19 1.0以下可以认为是极为正常柔和的 但是过7.0我们稍微关注一下 那我们关注的方向就是要结合我们前面说的 一个是汇率 看一看 还有一个是美国的白宫跟他们五角大楼 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上被需要 储备在国际很多国家它增加储备 增加人民币储备 这个从能不能提到10%甚至20%这个 这几个方面要统一的一起来看 才能比较均衡完整的去考量整个全球的这个汇率情况 以及这个局势变动的情况 好 我们这个短片聊到这里